Hello 大家好 星期六晚禁室不禁話的時間 不好意思又遲了 其實問題是我這裡的 大家看到在這裡有什麼爺王 呂王特意準備給我的解酒茶 Jolin想今天講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香港人的飲食習慣是笑話 我沒有說是笑話 所以乾杯 Jolin 你起題了 你說不是笑話 為什麼我突然想起這個話題呢 就是我們常在香港美食天堂 香港人也很喜歡吃東西 每個人的美食都有 先趕著 我們會自然會有話說 沙河會踢包 但是我為什麼想說這個問題 就是我那天在一個網媒上 看到譬如某某一個速遞公司 被人指責他 不盡量去停止那些人去速遞 或者運輸這個魚翅 OK 飛機公司也會出事的 對 F字頭那些 F字頭 對 不是Fish 對 因為有些 就是覺得他們不應該去幫人 去運送這些 找一些不道德產品 原來如此 對 憑藝絕種的動物 我突然看到一則新聞 就想起 譬如說 沒有香港人 他準備襲給我 欸 準備不跳 那我 我不會吃你 不用擔心 我們說飲食 不能吃貓 不是 可能不符合 好 是 那我就想 講一下我自己看得到 觀察得到 香港人對食物的態度 或者其實那種 但是魚翅變得禁忌類的 禁忍筆的話 說食物禁忌 也有 這就很不同 是 我不覺得笑話 很淒涼 魚翅這件事 是中國人數千年來的 所謂美贈 是喔 其實沒有的 只不過當時古代的 物以罕為貴 赤手空拳 可以捉到一條鯊 拿到一條鯊 當然厲害 是喔 當時所有魚翅都是乾製品 就是這樣 人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大家有吃到魚翅 但我吃到魚翅最好吃 是用湯去餵它 那個煨是雞湯來的 是喔 其實魚翅本身沒有味 跟石頭湯的道理一樣 加石頭就好吃 一樣 你不加石頭都好吃 是喔 那問題就是 這個所謂禁忌的東西 又是文化衝突 剛剛南韓宣佈了不吃狗 是 要留意 因為朝鮮人 嗚嗚是他們的國食 對不起 這個是真的 是呀 湯其實有得買狗 所以最近才宣佈了狗的禁食之列 有狗罐頭 是呀 有狗罐頭的 嗯 不過我呢 想更正一點 嗯 這個呢 三雅鐵呢 並不是貧臨絕種的狗狗 啊 沒錯 這個阿叫也好 嗯 為什麼不吃呢 嗯 因為呢 採魚翅的時候 很殘忍 那些魚膚呢 就割了那個魚翅的旗 這樣呢 就把魚放進去 那些魚其實是被吃的 嗯 嗯 那又絕臨臨呢 在海下面呢 可能呢 被其他 同類生魚吃飯 嗯 可能自己呢 很絕臨又要死 嗯 那這種就不人道了 所以我在家呢 那些其他人都不吃不住 我呢 我就 我不知道那些魚翅的來歷 但是我都開始呢 但是呢 但是吃魚蕉,我們現在吃魚翅的鯊魚 最大部份的種類就是來自印度洋的 又是黃騎鯊來的,最美的 但是其他魚翅的鯊魚,魚翅都吃得不太美 沒有這麼正,沒有這麼大條件 就是整天狗翅就是你那隻 不是,但是 原料性的 原料性消費 我們可以說到這個香港食 是一個原料性消費的變化 但事觀你知不知其實有很多種鯊魚 現在是貧危絕種的 也都大部份因為是暴食 有些是,有些不是 有些不是,但是最多人吃的 譬如說就是鯨叉 或者一些很大的那些 那些天狗翅很大條旗那些 就是那些本身的海裡不多 你捕多一條,它們反正很多 我們都是少一條的 但是手邊它都不多 它是貧藍種,應該是保護的 是的 保護的動物來的 但是那些食魚蜆的人 不只是說中國 譬如說越南 這個韓國 中國文化影響的地方都吃 吃到呢 因為現在國內就是 改革之後就發達 那些人更加吃魚蜆 吃到通海都差不多 越來越大 海虎 Snake 越大的越厲害 這個我認為都不是很適合 但是呢 我們一會兒說一下 魚翅有沒有益呢 如果是說 只有蛋白症 就什麼都沒有 而且魚翅其實很怕現在有水銀 食物鏈上層的東西 是 如果 說到魚翅呢 魚可能有水銀的 是咯 還有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呢 魚翅要製很久的 不是說 我們現在就這樣捉了一隻魚 就 剖了一隻魚翅就吃了米 就是魚翅的過程在廣場很久 只可以現在做到 我們現在那種魚翅 什麼都要賣了 其實呢 很不環保的 就是那個過程裡面呢 是消耗了很多其他文字 一說起魚翅就貓了 是啊 呂王也想 呂王也想開咪 呂王也說 你好啊 身體好見啊 其實呢 就這個鐘數呢 叫坐迷 沒所謂 坐不想上鏡啊 這個鐘數呢 你化妝 不緊要 不是 不緊要 阿姐這個鐘數呢 就應該睡了覺的了 但是呢 就是最毒是苦人心 Jolin就特意開一個 講食的話 食就是你那飯吃而已 沒錯 食神就會出現的了 他剛才逼著我呢 我剛才跟他吃飯的時候呢 我就說 喂 你等我回來才開這個話題 這樣 然後他就說 不得不得 耶耶耶耶 這樣 然後呢 我就現在就 就逼著坐在那裡 那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一宗新聞呢 是 對 對 就說呢 就說呢 內地某一個 有錢的女兒 土豪啊 那 就傳說 吃魚翅會美容 這樣 喪食喪食喪食 喪食 吃到發生什麼時候呢 是 吃到她不育 兼生柳 那 那麼小事啊 這件事呢 是可以說的 這件事呢 大家不吃的 我不會去說什麼 因果 是因為吃魚翅 不是 是因為什麼呢 其實呢 就是 剛才始觀那個炮製過程 古代呢 是 要令到人不育呢 就要用水能 是 水能紅棗 就是 我是這個阿姨 最新的大婆 那我就 吊吊吊吊的 很緊要 那怕我害你才像樣 然後 蕭公子就是我們的老公 是 有隻貓 我就很不抵得 他只疼你一個不疼我 是 所以呢 豈有此理 那我就找人跟你說 哎呀 姐姐 姐姐 妹妹 姐姐是 你面青口唇白 是 哎呀 我弄了一點 餓膠紅酒 給你補補身子 是 配上燒奶 是啊 沒錯 然後給你吃之後 你就沒有衣服了 事源就是呢 我這個 餓什麼膠紅棗 那當然是水銀紅棗 是 那你便沒有兒子爭了 我們三次七出之條 休賣我們就坐正 賣酒 是啊 你也算讀了 當然 那數當然是這樣計的 是吧 不用休他了 他很樂快沒命 是啊 放在一邊都可以 捲賣自己睡 錄賣 所以現在的人呢 就是 子官剛才說呢 這個炎耀性的消費 是一個很大問題 是啊 香港很多都有你這種感覺 香港是這樣 大陸是這樣 是的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這是很無必要的 當然我們說這件事 炎耀性消費的表表者 當然就是華民地區 是 同民同種的炎和子孫 有這麼優秀的民族 你繼續 做什麼 做什麼 你繼續 你繼續 但是法國人呢 你都不要以為少人 所以那些鵝肝你會好多 不是 其實這是很普遍的 人的天性 就是炎耀性消費 尤其是食物方面 就是原始人 沒有什麼很炎耀 通常都是炎耀食物的 是啊 所以食物對一個地方的文化 反映了很多東西 是很基本的一件事 整個節目是偏小聲 有沒有人都有同感的 請問 蛤 不知道 有沒有人覺得很小聲 這個訊息 女皇在看著 現場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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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是一兩隻醉貓 其實呢 你講說 吃什麼 不吃什麼 現在我覺得 這件事 為什麼 你在做這裏讀 這個姐姐是否陰讀 就是不等我 我都說放假放到完美 你就不讓我放假 那我發覺要放假 如果你不出來說 我們沒有機會一起做節目 那你回來 到時女皇上 我想過很過癮的題目 扭你出來開聲 但是有 原料性消費 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在說 有話說 就是 最初這個 這個原料性消費 中國歷史裡面 最出名的那個 就是就王 嗯 就王 有些人 有些人 知道為什麼 送了一堆醬牙筷子給他 嗯 以前我想都是 捉快 或者捉快 那 捉了醬牙 將醬牙 把醬牙 丟了筷子給他之後 他就說 如果有醬牙筷子這麼矜貴 現在入矜貴 那種矜貴 2700多年前 他就說 要有不同的食物 那於是乎 那於是乎呢 山珍海菜就不亂地 因為有不同的好的食物 那於是乎呢 就有好的餐廳了 是 我們建築了 亭台柳國了 有好的餐廳之後呢 他就說 要有娛樂的悶食 那於是乎呢 就在那個盡餐的時候呢 就加了很多歌舞美女 那如此呢 就是一樣一樣的加起來呢 那些呢 硬了呢 都是完結成消費的始終 因為就是一對醬牙筷子送了給他 就製造物帶就是女身家 於是乎呢 就養成了一個奢侈紅樊的生活 而呢 後來呢 不單止 紅費太多 而且呢 搞到 亡國 牛直隆 那即是 已經很憑 在這些 賺完結 因為她們要找到水 那麽多水呢 就為了營養成她自己的食物 跟她的生活 這是一個歷史上的革命 那麽多年呢 五百幾皇帝都知道 但沒有一個人是會振興日本人 現在傳來土羅大宗的平衡 都沒有一個人覺得是應該警戒自己的 沒有的 即是你時至今日 其實你在非洲很多地方 你如果夠膽是獵殺大象 可以立即當場給那些Rangers去槍殺人 當然是殺人 但問題是你沒有阻止到 譬如說非洲如果是允許中國的 你一個象牙一個西牛角 是不是 你中國境內紅膽 即是環顧很多民族裏面 我覺得沒有什麼人會信 說他會拿紅膽抽膽 黑熊生生生的 一路抽著那些膽汁來移動 就沒至於那麼殘忍 坦白說 你説全西班人 只是上了市 是嗎 你說你聽一下這件事 那件事申請跟上市 然後被監管機構 判斷了 那也應該是吧 我覺得不拘捕他打一把 算是吧 那就算是從輕發落 但居然是大家集以為常 到一個地步 作為一個非常大的商業機構 拿紅膽一下 那些東西 不是 你大陸呢 就什麼都有了 講一下 這個 什麼呢 那時候叫什麼 古靈精怪東南亞 是古靈精怪 大陸 是 你講得出什麼都會有 有 那你只為一個市場 說真的 你說一力多封空 他夠順 是不是 你叫炎 那個字盲腸炎 盲腸金沙 盲腸一力多 他就有 求他那樣可以說 炎可以防腹蛇 炎可以防腹蛇 不可以 那時候說什麼 炎是防腹蛇 防腹蛇 人順 一樣的 不過香港那隻 在國內那隻 就不可以 其實過年有一個很過癮的笑話 他們自己都會笑的 如果做出來的東西不好吃的話 古靈精怪 你就知道隨便安個理由 例如壯陽 就很好賣 是 壯陽 他就很好賣 這個 可以說一下 中醫的概念 聽眾可能會睡著 不過很快地說 其實為什麼呢 中醫說 不要吃生冷的東西 當然就是 你很明顯我會識賊的 我給客人 就是經常都叫我喝東西 對 對 越多冰越好 多冰 其實中醫所說 他說 生冷 並不是因為 怕它有菌 那麼簡單 是因為它認為 那些東西來到你的身體裡 它要調節到它 去回人體的溫度 是要多一些 那它就要用多了 加大力度 我們回回說 是吧 就等於如果你在一個 阿伊悲斯山 雪崩 你被困 那你的身體就自然要做取捨了 就是它為了保住的 你的心肝肌肺腎 腦那些 那它就可以犧牲你的手手腳腳 是啊 那些血便不到 這樣 所以對中醫的概念其實是一樣的 它就是覺得 因為那個元氣 陽氣 為了要製造一塊 冰冰的食物 所以它本來應該崩壞你的腦 或者你心肌肺肺腎 都沒有去到 你給它了 就是給它 為了溫熱這塊食物 讓你可以消化到 其實你想想 比如我們吃一塊 鋸鉗扒 那你鋸鉗扒那隻碟 如果你自己家鋸是很會覺得 就是一冷清了 那塊肥膏是很難使用的 它是一瓶背著在碟上 是啊 就是用這個概念去理解中醫的原因 要拿熱水洗才行 不是中醫要拿熱水洗 洗碗 洗碗 很漂亮 為什麼食物要溫性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不要浪費你的規格 就是先天之陽 就是說天地指一軟紅日 而人指一色的陽氣 我不是睡著 我只是想一想 有這樣的道理 但是你經常喝東西 那你又如何去合理化 氧氣太性 沒錯 找些東西要搏色 搏色 你平衡一下 不要理會 壞表現 中國人吃東西當然有一個 他不只是中醫的觀念 他還有一個 他的陰陽調和 即是季節性的 吃東西 熱藍調和 食蔥 這個這樣的說法 這個就是很對的 我們呢 譬如去到 這個 南… 南… 馬來西亞 印尼的地方 那些人 那些人 從好吃咖喱 為甚麼咖喱 就可以和他拘捕 新辣的東西 是的 新辣的東西 但是呢 如果同樣一樣 那裡 已經不需要 那麼多 驅寒 驅心的地方 譬如華南 譬如華東 譬如華東 你吃咖喱 本身呢 你要消耗了很多 的能力 或者你裏面的體能 去將它淡化它 那天也說 雙個壞人 你會消耗太多 其他不需要的能力 所以有一個很簡單的現象 尤其是外國人的飲食 越向北走 越接近凍的地方 那些食物是越是淡而美美的 是的 越是簡單的 其實你去北歐 是簡單到不得了的 其實很多香港人 我發覺 他們對西餐的認識 是很膚淺的 很膚淺的 其實如果你去到 譬如說 有時候你去荷蘭 或者那些人吃很多肉 但其實你譬如華東 比利時 或者荷蘭 他們本地的人在那裏 吃普通的家裏吃東西 是很清淡的 很清淡的 就是蒸鯊魚 他們都會蒸鯊魚 鹽水灑 是的 鮑魚灑 其實是很好的 不像人們想到西餐 就是香港人吃的西餐 大魚大肉 大魚大魚 大魚大魚 或者很精緻 要做到整件事 好像很有排場 但其實本身 很多西人吃的西餐 不是這樣 是 其實我們剛才有說 這個優秀的賢王子孫 是 就是 背脊向天吃 是 寶寶應該吃 對不對 當然 沒有突然 當然 中國歷史上 有沒有食人 不用問 現在都有 之前都傳媒慶 大陸近的 次官 蕭公子 一定可以說到 這些很恐怖的食人的歷史 食人的歷史 據說 你不要想著幾百年前 是近幾十年 都還有 文革 都有 都有 文革 喂 你喝光了嗎 你喝光了嗎 不要 不要緊 口水尾 沒問題 其實 我抄開一點 我的寶貝仔 那個寶貝仔 健身夜王和夜青 他就覺得是他的 因為媽媽每天睡醒 都喝一個夜和加一個夜青 都會補給他喝的 所以他就覺得 媽媽肥 現在穿了西裝 是 咦 他是我的鑊 哦 超甜 哦 OK 但 為什麼我說法國 都很嚴重呢 一道菜 我覺得很寂寞 為什麼我寂寞呢 你應該聽過 其實我朋友吃過 就是把一隻雞 放在豬的膀胱裡面 用牛奶煮 你聽上去覺得好像沒什麼 但是如果我把程序說一次給大家聽 你想想 豬的防光 為什麼要豬防光 因為 它可以抹風 因為裝水裝流 哦 就是它很空氣 就是它可以鎖住尾 但其實今時今日 你還不需要用這個呢 不需要 你輸一些膠袋 都可以 但是 它 它引用回古代的做法 它古代的食譜是這樣寫嘛 是啊 到今時今日都是 不怪它的 就是 拿一個豬浦港 用巴蘭底 去浸 浸 浸的目的就是 披露了 那股尿素味 是 然後 再用牛奶洗 洗三天 是 到你沒有了那股尿素味之後 就把那隻雞 那隻雞 那雞是怎樣的呢 首先有一個鵝肝 軟的 塞進雞裡面 釀了 釀了下去 釀了下去 再把那隻雞 塞進去 打個結 然後呢 就在高湯 即上湯裡面煮 是一邊淋 一邊淋 一邊淋 就是直接加熱 即不是直接加熱 在雞裡 那隻雞 那隻雞 等於在蒸氣裡面焗熟 嗯 明白嗎 是嗎 很浮誇 很厲害 當然是天文數字 這樣收來 但是吃了之後 好吃到癲奶又如何呢 即 你想想那個人力 物力 那個消耗 不是一個人做的 是一個人做的 是一個人做的 嗯 而那個天人其實不去做這個無謂的雞 他可以做多很多事情 是的 做很多 是 世上很多很無聊的謀利 是的 即其實這些無聊的人 他做這些無聊的事情 是因為一些很無聊的有錢人 要吃這些無聊的東西 但是你知道法國 當時特別是法國料理 或者法國最輝煌是 那時候的貴族是無事好做的 是的 對 對 對 因為他們極盡奢華 反而 我自己學過很多年以大利文 女王Digi的 意大利菜 你又訪問以大利菜 沒有那麼多 那麼刁鑽的東西 事不的東西 是的 沒有那麼多事不刁鑽的東西 你以為 即是每個民族都是自己的 你以為 真的有分別 也有少許分別 他這個叫rought cottage 是家製的 但意大利大賽 其實是法國賽的始祖 你不是以為意大利菜 不窮 即是極慈 我講一個例子 意大利最差盤的 Puragetta 這樣算 他將一隻豬去骨 讓 即是再雜醒再燒 但這個和法國賽 都仍是有很大的距離 因為法國賽 現在的變態 是怎樣 一個勤菜筋 Celerian 是 一個圓形 大家當做糊頭 想做糊頭 是的 他只是在中間 對 對 然後將它切成 譬如1cm x 1cm 的cubes 多了一點 斜了一點 角就扔了 就不要了 然後這些角仔 這些cubes 都是殺 然後周邊那些 不是圓形那些 又是扔 扔 扔 浪費了 然後另外 我先有一個法國主 跟我說 他說 有一道菜 用四十多人去做 因為就是以前的 那些皇室 宮廷食譜 就是要拿一些菜 譬如 不知的 糊頭 紅蘿蔔 然後不知加什麼 要刨 一樣長度的c 然後要把它織成藤籃 然後把它炸 炸出來 形狀要不散 所以想像中 可能有幾十個人 才做到一個 但是它的宴匯 又是做幾十個人 那現在做成千個 才會有幾十個出現 是 那就同時是極致 這些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它影響不到 食物的營養質素 沒有的 你原料性消費 是啊 你要講究 通常最差分的講究就是浪費 你越浪費 你越講究 通常是這樣 反過來 如果你是精心的話 你就很少要扔東西 你物盡其用 那問題很明顯 你所謂黃色大廚那些 You don't care less 扔就扔 就這麼簡單 但是你扔的時候 又是你看到外面 你的城池外面 是啊 是發生了什麼事 那專門教育就 Exactly 百姓是沒有事實 是啊 所以你們熟法國 你們會知道有個故事 就是有個皇帝 吃了一個雞煲之後 他覺得 嘩很有益 好飽 然後下令 個個都要吃這個雞煲 然後大家就覺得 這個皇帝是一個好皇帝 我忘了哪個皇帝 法國有一個皇帝 還有一件這樣的事 但是這些也是離地 何來何來何來那麼多雞 何來那麼多雞 何來那麼多雞 拿來的雞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 為什麼今天想起這個 就是我那天在電視台也看到一個 講關於 關於英國 英國很多 就是他們浪費食物 譬如說他們去 即現在 對現在 就算他們 他們在車市場 譬如說一樣東西 譬如有蘋果 它全部是有個 那個蘋果一定有某個紅色 要有某一圓 又不可以太紅 又不可以太淺色 如果不然 你就打回頭 給那些農夫 所以他們發覺 原來 每一年 每一個農夫 給那些 很多大的農場 給那些收入市場 壓制 是浪費很多 農家食物 就不是炎耀性消費 而是說 是工業化消費 為什麼 完全不同 因為你沒有來收入市場 這個皇帝 那他 不是那個概念 又反過來 因為工業式消費 大家有一個期望 就是說 那些產品是一樣的 而傻的都知道 世界上 原本種出來的東西 是不會一樣的 所以自然就會淘汰了很多 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 那時候好像是某一種 的農產品 在大概 不知道 大概5至7年前 有一次英國 就失收 沒有辦法 要推一些 沒有那麼漂亮的 推出市面 其實他們那些收入市場 發覺 是一樣買得出 其實消費者 根本就沒有 那些收入市場 本身那麼介意 那些東西 是否漂亮 所以純粹是工業式 消費的心態 消費者 其實不是那麼計較 你去過街市 你就知道了 街市 那些人只問 什麼叫紳士 好吃的 它不會理你什麼 就是蕃茄不是圓圓圓 它不介意的 就是 那些食物多樣性 本來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只不過是中間人 用工業式消費的心態 總之各樣都要一模一樣 標準化 標準化這些東西 才會害死人 那些食物 就這樣浪費出來 那這個就不是什麼 新鮮事 只不過是大家如果意識到 最新的潮流 還有什麼有機 有機認證 大家也會遇到心地上 不太計較 工業化 要標準濕化 總之有機認證的話 大家就接受了 它日癌一茶 只可以 古靈精怪一樣 總之好吃到新鮮 就是這意思 不過我喜歡你的工業化消費 還有一樣 叫市場化消費 市場化消費是什麼 比如 巴西產咖啡豆 它一年搭很多 如果那年豐收 我們來講 見到就眼圈了 谷戰雙龍的道理是一樣的 它要將多了的咖啡豆倒進去 一填下去就倒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公項關係的問題 引致到太多的時候 價格就會降低 直接用市場的方式 使得這個供應減低 如果那年豐收的話 這個其實對我看見的 是很慘 不只是咖啡豆 咖啡豆不是很多人喝咖啡 很多人喝咖啡的 在這個世界上 但是有很多農作物都是豐收的時候 將會主持了 嗯? 市場行為 問題是價格市場行為 都不單是這麼簡單 另外有一種消費很過癮 就是和阿錢說的是掛鉤的 都回應到Joyne說的 即是西方社會浪居的 就是政治性消費 正式消費有一個很貴的形式 為什麼呢? 就是市場行為 只不過是因為考慮到供求 價格的東西 但是歐洲 經常有一件事被人救病 就是因為它的農業補貼很厲害 是啊 就是確保農民 不會破產 不會窮 又是賣算票 等於 所以所有政府 就很死福利主義 只要你肯做農場的話 其實政府是會用高價補貼的收購 所以變成牛奶又生產過剩 牛油又生產過剩 有很多豬牛羊雞 雅菜都生產過剩 就是牛奶多到倒入 就是這樣說 但這種就不是因為 好像市官所說的 市場價格令到你要浪費的東西 不是政治行為 所以我經常在法國我自己知道 所以每隔幾年 你知道農業總有循環 上上下下下 總之每隔幾年 就來一次農民大示威 就將牛屎 豬屎 去到一個鄉舌 在一個大道倒入 法國中有門口 抗議這個抗議那樣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些所謂很畸形的扭曲行為 包括了你那個工業性的消費 包括了你的市場性的消費 甚至剛才的政治性的消費 都是很大的浪費 就是我覺得很多浪費 很多層面的消費 到消費者本身 未來講到炫耀性的 都很浪費 就是炫耀性當然是一種浪費 但我很記得就是 我那天看過的東西 看過那個紀錄片 而很多年成在澳洲 經常會有些人開始說 就是我們每一次買東西回家 他說什麼時候過期 Best Use By 是的 記住 Best Before 還有 Use By 在此日期前食用最佳 這個日期之後 不代表他不能吃 但很多人過了日期之後 就丟 或者有些甚至是說 今天可能下個星期會過期 就像牛奶或者很多東西 其實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你用鼻聞一下 用眼睛看一下 你就知道 牛奶很容易判斷 一聞就知道 是的 一聞就知道 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候 譬如說一些蛋 你放在雪櫃 有時候你忘記了 其實你把一隻蛋 放在水裡 如果它是沉落底的 打橫沉落底 即是很新鮮 如果它頭上就不新鮮 所以有時候 我自己看不過眼 就是我發覺 香港人也是 外國人也是 是 那些是 同秋皮 是的 很多時候 對食物就是 我過了期 說過了期 馬上就等我拿完肚子 嗯 我覺得真的很浪費 又那個 不用心 是的 原因就是 你真的要很用心 這一下 慘了 你想想幾十年前 大家吃都沒有好吃的時候 那時候 都沒有東西浪費 是的 沒有所謂的 你頭頭尾尾 全部都會用好 就不是特別想環保 因為大家很窮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環保 其實真的挺省錢的 可以很省錢的 為什麼我說呢 意大利的東西 其實是出名在省呢 它是household 因為意大利以前 其實一向都窮 是的 很多人現在就說 不是啊 意大利 又有white truffle 又有路 又有海膽 是的 你可以說 但是 但是呢 我們說majority 是窮的 是窮的 是窮到什麼地步呢 是蛋都是 就是 省著 省著 但就是這樣 如果意大利不窮 你怎麼會有 譬如說佛羅倫斯 會吃牛雜 你在羅馬就很流行吃off 不知道off 中文是什麼 不知道 都是內臟 對 甚至他們會吃一些 譬如說羊那些 什麼線 頸上的什麼 都吃光的 很貴的 人家是不浪費 傳統上的 什麼都吃 還有呢 你有沒有留意到 就是pasta 經常會加什麼呢 加麵包湯 麵包湯 麵包湯 就是它之前那些麵包 以前麵包 就不像現在那些 空氣麵包 吃了一層風 對 輕飄飄 很重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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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它做了 它每次做完之後 如果那天吃不完 就算有些碎掉了 也會掃回來 你可能做什麼呢 烤 烤 烤和脆 明天加湯 加在麵裡 讓它可以飽肚一點 或者是加 加一些肉 拌勻 例如肉圓 肉圓 肉圓 你以為會就這樣 蛋 加肉 其實不是的 裡面還有麵包湯 對 很普遍 對 它們沒有東西浪費 包括 Alan Chilli 即是意大利的 Risotto 那些球 是 很厲害的 煮完Risotto 一拌勻 你知道 很麻煩的 軟了 你把它丟掉 你家的東西不能吃 家的東西不能吃 它軟了又不好吃 對 怎麼都把它拆掉 它就炸掉了 對 你一定有方法 是不浪費的 而這一種東西 其實一點都不知道 嗯 中國 炎黃子孫 終於爭口氣了 就是窩巴 窩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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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黏底 是 即是黏底飯煲的 飯之肉 中國 以前的飲食 都是不完 嗯 我們吃了很多 叫做 現在的 鶴魚 鶴魚 當時呢 就是有一個送卻 送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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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呢 是 拿一個位置 叫豬殺 豬殺 有回收叫豬殺 要回收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在家裡吃完東西 那些食汁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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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吃呢 可能會 嚴缺 或者是 人不太健康 但實際上呢 它是 留回去做鼠殺 家裡的媽媽 就說 不要浪費了 那些食物 你吃得下 吃得下 吃得下 就拿去 餵住 因為 業社會 是 不輕 或者不輕 用 浪費任何一項 其實這個很自然 正在說 兩個很不同的層次 很敬畏分明 貧富完全 事故都有 所以女王拼命 那些 攀任 其實全世界 相同的 現象 就是 窮的 老百姓 也好 當然是省家 所以如果你說 是 Home Cooking 跟媽媽那套 從來都不會浪費 簡單 反過來 你一旦有錢 就會變化得很快 全世界都是 炎耀性消費 所以 我們 如果以 維生 生脆 口味 其實你自己 Home Cooking 都會自己正 沒有食物 比自己媽媽煮 但反過來 為何人 永遠都這麼折磅 任何社會 都同一道理 一發達 全部都變成 炎耀性消費 這才是研究 你明白嗎 為何這群人 一發達 就會變成炎耀性消費 因為窮得太久 真可憐 反彈 哈哈 哈哈 我剛才說 走黃哥的方法 走黃哥的 圓耀性消費 就是因為 他是想 將自己的權力 為理會 和主人不同 你知 他富有四海 是 對 與人不同 就一定 用圓耀性 剛才 趙古茲都說了 是 最重要 就是 人你吃不到 人沒有我友 人沒有我友 你今天沒有我友 嗯 你呢 將他趁集出 他有特殊的方法 特殊的地位 你知能吃到 或者能做到 剛才對我講的 一隻豬 可能 幾十人的下廠 只能做到 你只有黃族 只有貴族 才能吃到 都有很多菜 你沒有這麼大的廚房 都未能做到 你以氣 這個下廚 就是間接 今次的這個決定 嗯 都不太間接 很直接的 很直接的 其實就是 你有沒有這個財富 你有沒有這個人力物力 是一樣的 但是 在同時 我覺得現在我們 這類反思的 就是 食物的背後是甚麼 我不是叫你 你不需要看整個食物鏈 怎樣怎樣 你又不需要看得那麼遠 但是就說 你選擇這個食物 是因為甚麼 是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剛才說的 炎耀性消費 就是人力物力 那一刻 就不是很間接 也不是很暗示 是很明示的 但炎耀性消費 以前不同 就是一些很權貴的人可以做 但現在炎耀性消費 譬如說 在香港吃 你是真的可以給錢去吃 也都未炎耀到 即是大又大炎耀 小又小炎耀 應該就是香港這種 叫做新法彩文化 根本就是 一腳牛子都沒脫 你已經假裝貴族 是 所以 那一句 為什麼你可以用錢解決 他就用錢解決 所以 所謂炎耀性消費 也好吃 也好吃 看得很貴 斷倆來刨 給你那些出符 也好喜歡吃 是 那你想想 全世界拍賣最高的 重路紀錄 都是香港人投回來 你知道 但你那些 女王 我又人嫁在意大利 打一次 在意大利那邊 其實人家的重路 是一些村的產權 是村民才有權去採 不用錢的 你賣的這麼貴 就是因為 你是所謂物以罕為貴 他自己收起來吃那些 你說要拍賣 高價賣給你 這不簡單 但自己的村民 當然不用錢 我每天煮 我更加會看到 那些人對著重路蛋 我記得 阿姐的Signature Dish Trouble Egg 他加胡椒粉 你明白嗎 照顧店 你不要拍賣的 對 喝醉酒都醒發 那你想想 你吃什麼 你不要吃了 不如 是真的 又或者 他吃蝦麵 你說的Signature Dish 紅蝦麵 他加芝士粉 那你就叫他撞牆 是吧 我經常遇到芝士粉 包括今晚 是芝士粉 嘩 你聽不懂 我今天遇到芝士粉 又跟你說 我不吃澱粉 我朋友說 他說 吃漂亮的魚翅 就不要加醋了 不要加芥辣 是純粹 原汁原味 就算了 對的 但是 你只想到 雞湯 高湯那種味道 反正高湯有味道 是啊 但是現在呢 就很美的汁 但是呢 就用很劣質的醋 那接著呢 混下去呢 那些劣質呢 就驅量 你不是驅足量 是 就吃完之後 你都不知道什麼 但是你圓養式 就是說 我吃了一個 天狗汁 就是你可以 對的 跟人說又可以 放上網又可以 這麼粗 這麼威猛 對的 所以為什麼 以前中國人 如果少記得 老人家教育呢 就是富貴三代 才叫做 識識 就是這樣 就是 根本你原來的醋 跟如此什麼關係 都分不清楚 混在一起 是啊 但是 那些人好醋 那些人還不好醋 你都不知道 那些人隨便 隨便 那間店 我就給你一些 紅紅地色的醋 就是 就是等於以前我們經常笑 那些大陸人 將美麗的紅酒加可樂 就是這個意思 就不一樣 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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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可樂 是真的 真的 是一樣的 其實 你將美麗的醋 加醋 是一樣的 就是 就是矮醋 就是古藝的醋 所以 圓養式精分 就不是算圓 算圓養 那些 那些 上台那個 店鋪 是不是很違蠻 就算 你請那些人 周圍的嘉賓 是不是很違蠻 就算 你附著你喝酒的人 是不是買酒 那些人很違蠻 就是 廣長說得 叫排腸 就是這樣 排腸 不是吃食物 就是吃到東西 不是吃食的 是食家 我說西餐 那些人是怎樣的 我留意到 第一 他要看你的食材 是什麼 他看你的食材是什麼 他並不是真的了解 他不是真的知道 什麼打什麼 譬如 意大利菜的源頭 在哪裡 是羅馬 是古羅馬的菜 是不是 香港有沒有 food historian 據我所知是沒有的 沒有 有所謂的食家 即是說 我喜歡看一下 以前的食譜 但是真正的 food historian 西方社會都有不少 日本都有 日本都有看過 在大學裡面 他專門看回古代 不同時期 為什麼會吃那些東西 他背後的原因 是不是跟那個時候 那個物理條件 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 那時候的條件 都可以有關 為什麼 譬如我剛才說 我們吃的東西 我們的選擇 到底是因為什麼 受到什麼影響 很多人 受到無線影響 我覺得香港也是潮流 我最聰明 聰明說吃什麼就吃什麼 這樣就聰明 不是 你今天聰明吃東西 已經很低層次了 但是 如果你說 譬如 瑜伽 瑜伽 有一些120歲 第一次頭痛 覺得很大件事 蕭公子 你也知道那單新聞 給他的弟子 捉了他做身體檢查 發覺他120歲的人 身體似乎40幾歲 然後 除了血壓高少少之外 什麼問題都沒有 有這一種瑜伽士 亦都有那些 五十多歲 就香了 瑜伽士 在美國 連鎖 瑜伽中心開 很多錢 但是家裡的部分 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 120歲那個瑜伽士 他在印度 他在印度 他吃什麼 他就是跟回 這個 可能教的 就是 吃樹上面的東西 瑜伽士最喜歡吃什麼 椰子 因為椰子一塊裡面 有椰肉 有水 有椰汁 什麼東西都有 夠的 不吃土地的東西 最好的就是 樹上面的 果實 椰子 跟著到地 跟著 不再吃其他椰子 他們很乾淨 他們背後 是有一套的 philosophy 有一套的理論 OK 譬如他說 你窩了才好吃 你未窩了才不好吃 是 有這些 然後他有不同的 creas 就是洗 向內部清洗的 洗鼻 洗口腔 洗胃 洗腸 那些不同的方法 他有一套理論 他不是在於 我要圓要 我有錢 是 他養生 養生 Exactly 你說一個 在印度 一個很厲害的 瑜伽中師 他可能有很多弟子 他的弟子可能很有錢 他可以 共產一極子 但他不行 他要加上他的宗旨 就是 我吃椰子 他不是吃水果 不是吃優格 就是這樣 中國道家也有這個 辟谷 所謂養生的 就是節育的行為 是的 什麼節育不是不需要 不是不是 禁肉 別喝醉 禁肉 禁肉 是的 一樣 就是一個辟谷 主要是暗食 那譬如你說 日本人 他們 譬如沖繩料理 是的 或者是 未受西化影響 日本料理 他們譬如 那時候的壽司 大得很多 但其實沖繩料理 和日本人都很不一樣 日本人都不一樣 吃了很多苦瓜 其實 你沖繩他們的 全世界的National dish 他們吃很多番薯 吃很多苦瓜 是的 反而是苦瓜 炒五花蘭片的 是的 他很不像日本的 但那些人就很出名 但他們當時做過一個研究 就發覺 現在的年輕一代 多了很多問題 就是吃了西化的食物 有一個醫生 叫深谷黃疾 那是什麼醫生 他就是發明內規的 長度內規的 是的 那他就一直在說 日本的飲食多了 他就是日本人 然後西方飲食 就是如何討讀日本人 這樣 但是 to be fair 世上最長名的其中一個 是意大利人 哈哈 意大利好 其實意大利 普遍來說 都沒有什麼心臟病 大哥 所以 to be fair 之前日本人會說西方飲食不好 但有沒有想過 其實只不過是水肚不防 不是 西方飲食很多時候 是美國式的飲食 美國的飲食很變化 那就是意大利菜 美國的飲食都變化了 但意大利以後 法國 香港的食譜 其實很健康 你看到好像很重手 但是他沒有幫人心臟病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在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 本身不是西方文化土地 就是亂遊學 我想跟人說 就是 如果你們覺得西餐是什麼一回事 你真的看看人家在家吃什麼 不要經常覺得我去到香港最高級的法國菜 或者最高級的法國菜 或者最高級的意大利菜 吃什麼 那些不是你們想像中的 一個最簡單的比較 是 法國吃得多 就知道什麼 香港人有時候吃法國那些 很標準的法國菜 就是牛扒、薯仔 諸如此類 很標準的 State free 問題是 看清楚別人的食材 都是寫著牛扒和薯仔 但是寫著法國人吃的 跟二大吉利的牛 原來是食草很大的 你明白嗎 那些草字牛 不是谷字牛 不是人工谷肥的那種 沒有什麼激素 沒有什麼抗生素 沒有 不好意思 那些薯仔 別人就是自家野生種的 那些有機薯仔 不是說 麥當勞那些 加了 凝素劑的薯仔 搞清楚 而且你發覺出街吃 份量未必很大 但是你很多時候 香港人、中國人就覺得 唉唷 這麼小的睡都不值得吃 對 貴精不貴多 這樣 這個要補充一點 嗯 就是 琉球 就是現在你說 沖繩 是 沖繩 是一個中國的法國 嗯 它的文化 現在 你去沖繩 你去發現 它是世界 這個 文化保護的地方 古國 嗯 這麼小的地方 但是呢 它是中國文化的影響 都很大 它日本主義 和生活習慣 和文化 都是跟日本 有影響 不是日本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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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影響 就是中國影響十大 所以它呢 它有自己獨特的 食物食物的 嗯 第二呢 你留意一下 我們 美國生活 曾經有人 寫過一篇文 就說 美國式文化 就是淫油文化 什麼淫油呢 就是 人的車 就去到油罩 哈哈 餵飽了 餵飽那個車 就 給錢走了 嗯 那 快餐文化 其實就是 淫油文化 嗯 那些人呢 只求快餐 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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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裡 就 塞飽的圖先 嗯 然後呢 就馬上離開 去做事 覺得運錢 或者其他 社會活動 更重要 嗯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下 那種呢 塞進口 放進去 塞飽量 塞飽快餐 和入休息的文化 其實呢 在香港很多人 在時報 是過人 很遮疊 還要講究 其實沒有講究 最重要是吃點 吃點 下馬的船 嗯 那如果你真是有隻 例如法國意大利吃餐 你慢慢享受今晚 這一晚的最大的活動 嗯 我試過在意大利 一個意大利的老請 我一天吃餐 六點鐘 就開始喝酒 一邊吃到吃頭盤 就是意大利飯 不是入去 旅行的 是啊 一邊吃到幾次 直至肯走呢 十二點半晚 一邊吃肯走 一邊吃肯走 就整晚呢 就在那裡聊天 聊天 就像我們那樣呢 啊 現在不去 就 喝了幾杯酒 那就很開心 那就來聊天啊 挺好啊 哈哈 不舒服來的 不舒服 但是現在呢 就不是啊 現在呢 那些人馬上 等位 可能等幾小時的 我見過一間 一間 吃拉鍵的 是等幾個 兩小時 只吃了十五分鐘 但那些人都過日 但香港人是去排隊的嘛 其實不緊要 香港人吃幾十八個 你想一條蠟燭你就知道了 你用那些蠟燭來比喻呢 你快燒 你就快適 你這麼可愛 就快點投胎 哈哈 你要講 意大利人說 叫慢活嘛 最大的分別是 加坡次公 次公都踢爆了一個 很過癮的情況 美國人呢 其實美國人呢 其實自己都認自己沒有文化 你覺得有文化 你就傻了 美國人的飲食文化 所以促食文化是怎麼來的 其實美國人自己都知道的 你就想想 他立國那兩百年裡面 其實有多少好日子 先想想 這些老百姓其實很多都是窮人 很多人都不記得了這件事情 很多都是移民 他本身是移民 爛民 走爛去美國起家 你就想想 近世紀 從二十多年 金融大爆破開始 其實美國都沒有什麼好日子過過的 所以其實他們一轉已經說了 要餵飽的人呢 快想吃個三文節 水果 要開工那種 就是那些文化 你看看他們發明這個流水式 再要複雜汽車廠 就是他們發明的了 還有另外 他們就是工業式生產的文化 他們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 當雪櫃普及化了之後 很多時候 但好像是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就是很多時候 放在冰箱裡面 放在冰箱裡面醒了 可以慶熱他 坐在電視面前吃 那些東西 Tv Dinner 對 都是奠定了那一種的飲食文化 就變成那一種飲食文化 就沒有 就沒有什麼講究 沒有中過質 沒有變成不講究 就是美國人不會標榜自己很懂得吃 這個也是一個文化因素 不標榜的原因 但香港人就很標榜自己懂得吃 原因就很過癮 但美國人有一點 又是那句 因為他是窮貫起家 他本身都視白手興家為榮耀 你不想看美國人 有錢那班才算 他們真的 經常強調什麼家科 自己是車房打閘出身 跟香港以前的文化差不多 就是白手興家才為之光宗耀祖 而不是說咬著金湯匙出世 出世的那些就是二世祖 所以基本上他的文化 那個基礎有很多很類似的東西 就是這樣來的 但是你後來有了錢 就另外一樣東西 如意性私費又爆了出來的 所以其實那些很膚淺 很浮誇的東西 有很多很詮細 通常越浮誇那班就越浮誇無聊 我是非常不欣 很簡單的 野食要是好吃 要是不好吃 好吃的東西可以貴 好吃的東西也可以不貴 是啊 但是香港 我講去吃西餐的人 我聽過最誇張的版本 就是說他們不吃西餐 因為覺得西餐不值 因為他覺得不值 因為他說如果他吃中餐 他吃鮑魚刺 花膠燕鍋 海參 他知道他成本的錢 多少錢一兩 但是西餐這些食材 根本不值這個價錢 我都說 有人跟我說是麵粉 來的就是鶴 這樣 啊 人工你是不是 試試試看 不是 他覺得 raw material 是 中菜才值得吃 因為他知道他有多少錢 蛤 是啊 所以 這一種 mentality 我覺得是完全 是落後到 生回到 鄉下到不得之年 但是你這樣說 我又想起一件事 你去其他地方 跟餵豬差不多 你去到 寺料幾千斤 鶴 沒錯 你知道我又會按摩 我知道我又會被人擋 但是我在澳洲大 很多五星級餐廳 五星級不是 五星級酒店 是沒有香港 這麼多自助餐 為什麼自助餐 因為自助餐很不正常 是不是 香港有特別多自助餐的 你可以說日本有放題 我知道 但是香港的酒店 你敢跟我說 聖誕大餐 全世界有哪個地方是一定要去吃自助餐 這不是那幫香港生意法者在哪裡學回來的 之前不是在拉斯維加斯那些酒店學回來的 但是人家不是搞得那麼貴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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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怎麼搞的 你要看回那個 這是食物歷史研究 你說食物歷史研究 是 為什麼美國人會發明自助餐 尤其是拉斯維加斯 因為留著你們那些賭鬼在24小時隨時開餐 基本上講的比較難聽一點 是餵豬條豬嘴禮 賭滿你做些豬就來吃哨的了 一樣的意思 是啊 你可以整個 那個背後的邏輯就是這樣 但是人家吃完 排完隊 吃完我去Vegas 就走啦 你知道什麼香港 是 是 你想要我補充一下給你聽一下 好 想說 想說 1957年呢 就第一次呢 日本仔在Nplus Hotel 這個 第一次就出了一個叫 現在叫自助餐的時候 日本人叫吃Viking Viking的意思就是那些海盜 北歐羅威尼的嘛 北歐羅威尼的嘛 北歐羅威尼回來之後呢 是的 北歐羅威尼回來之後呢 就免得那麼多煮 就攤殺出來呢 大家自己走過來吃 那後來呢 就成為了自助餐的圓形了 這個是Viking發明先的 最早那時候 是日本仔第一次出示 第一次出示了自助餐 之後呢 你說個完全對 就是用一種最快的方式 等你填飽肚子 加了油之後等你去賭 等你去拉斯文加斯賭 還有呢 不止 所有賭場都是自助餐 但現在香港人為何喜歡吃自助餐呢 這個有個有少許巧妙原因我的觀察 但因為自助餐一定是大的酒店 當年大的酒店才有的 不是普羅酒店也有的當年 變了那人出入自助餐 虎老威尤雖然貴些 幾十元那時或一百元 就可以進出了進去大的酒店裏面 吃這種這樣的吃法 那現在很慘 現在普羅大眾那些二三星酒店都有自助餐 如果你見得到在國內二三星酒店做自助餐 你會笑到吐的 什麼東西吐啊 你猜不到的最低下的 譬如吃饅頭也有 饅頭在塗著煉奶都是拱上桌的 但是你什麼最好笑呢 你在香港和人吃自助餐呢 如果你吃一些不是很值錢的東西呢 譬如說有些人是 喜歡吃一頓飯吃那麼多澱粉質 那麼多飯放在那邊 我見過有人吃自助餐 不知道是罵個兒子還是罵個朋友 你真是好東西啊 為什麼吃自助餐會吃飯呢 你當然要吃回本的東西 我心想 我覺得你回到本的東西 這個時候我又要說我媽媽壞話了 很噁心啊 我覺得是王居 我媽呢 我印象深刻的 小時候我爸爸是鬼佬 我媽是台灣人 我啦 這個真的跟窮太久的陰宮有關 的確我爸媽小時候是不富裕的 但是我爸呢 不知道是否西方文明是有些分別的 這個閻黃子孫又會有另外的分別 獨特的 獨特的之處 那麼自小跟我爸媽進去吃一部飯 那麼我媽就會怎樣呢 就出盡力讓我媽媽聽到這集節目就糟糕了 哈哈哈哈 我很嚴重 我媽就會拿一瓶又一瓶的生鵝回來 她吃的時候 她吃到肚子痛的 你聽我說 都不止不止 我媽去預約自助餐之前就已經叫皮膚醫生了 約定了 一定皮膚敏感 一定皮膚敏感 一定會癢到 癢掉皮 但是 她還是要吃 因為這樣才回到本 但是她要用前皮醫生 但是醫藥費也不止 對呀 OK 她的命是自己的 不要緊 過癮 掛枝理 掛枝理 沒錯 跟著女兒我不生性 走去夾我自己想吃的東西 她吃定消化餅去吃自助餐 又是怕有便宜 不要洗頸 什麼都拿去拿著照相 真是慘 所以就是說這個 算不算炫耀性消費 自弱性消費 然後我也是 我走去拿自己想吃的東西 我媽就說 哎呀 這些呀 便宜 不要拿這些呀 然後 就說 你當然拿那些 我家製不到了 我心想 什麼都製不到了 我拿什麼有什麼分別 大哥 媽媽你不懂得煮東西 你覺得那時候 是不是那幫妹妹煮 這個題目 我覺得 可以講足個幾小時 裡面天奇八怪 見到那些人去拿餐 拿東西 顯著人性的醜惡 真的 但這些算不算炫耀性消費 這些叫餓鬼性消費 這是很複雜的心態 就是有驚蝕底 有驚蝕底 有驚蝕底 有驚蝕 有驚蝕 有驚蝕去到這個大酒店 好像沒吃過一些珍貴的 真的沒命的 我記得有間酒店 是有鵝肝的 它用來做賣招牌的 那鵝肝呢 如果收你幾百元 那些人吃兩塊已經歸本了 於是它是鵝肝 找個鵝來派的 就是要拉了 排隊拿 還要給你一個籌碼 派了籌碼之後 你拿著籌碼才可以拿一份 沒有籌碼你排隊都拿不到 噢 它免治你亂吃 亂吃鵝肝 但是那些鵝肝呢 就跟我們現在 在大西大的西館市鵝肝 有些不同 可能它將一塊鵝肝 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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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為兩份 是小了的 但是它一樣賤 那我就去鵝肝肝 見到為什麼那裡排龍呢 我就不排龍 一見龍我就走了 居然那次 那次就是 裝什麼事 那個人排龍這麼結 原來 就是 全世界90%的人 都走了排龍 然後拿其他 其他為鵝肝 不拿其他好吃的東西 你說呢 這種心態 什麼心態呢 什麼人來的 誰是香港發生 這個不是國內 我想說另外一件事 就是很有趣 就是我observe 像 很多回流回來 外國長大的 香港人 你可以說他們 有些西化了 但有些又不是 表面很西化 認似神不似 內心不太西化 想事情 那呂王剛才就說 有些人 覺得要吃 中餐一些食材 看得到 是貴的東西 算到 算到 才值得吃 才肯吃 才值得它付出 它的quota去吃 但我也知道有一批人 他們一定是說 我們不吃中餐 我們不吃一些 我覺得是cheap的餐 我只是吃西餐 我只是吃日本餐 平時如果中餐煮一隻雞翼 我是不吃的 但如果西餐煮同一隻雞翼 我是不喜歡吃雞翼的 但如果西餐煮一隻雞翼 加一些黑蟲下去 它突然間就可以 每個星期都吃 就是hi的了 那我想問 這些不是值得吃 這些人是吃格調 因為吃是反映了 他自己的品味 但他的品味 他覺得一定是有些東西 才可以襯托到他的品味 OK 又是吃牌腸 有很多這種人 是另外一種的層面 有有有有有 即是等於先那排 香港忽然之間 輕食這個日本菜一樣 輕了很多年 越不飽越經貴 這樣才威 是啊 我不是很覺得 我會很質疑 究竟這樣是不是會吃呢 即是會吃 其實你是會發掘 食物 不同國家食物 不同的味道 有它的好處 便宜也好 貴也好 很貴的食材也好 簡單的食材 烹調得很有 心思的也好 而不是說 我覺得那樣東西 如果我黏在那樣東西上 我會很便宜 被人看到我 走去吃一些 太過 沒錯 太過 都不配我 我只要吃某些東西 我只要吃 即是同樣 我不吃那個地方的部位 我不吃的 跟別人說 但是 你明天帶我去一間很貴的餐廳 我突然間又會吃的 哈哈哈哈 很有趣的 有些人 胃好像懂得分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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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剛才有說 長命的人 他們未必是因為 他們很了解飲食 或者很知道什麼 對他們好 但是很多時候是得天獨口 即是那個地方 他就地取材 因為你講真的 在山區裏面 四面都是橫山的話 你想吃海藻嗎 你想吃海產嗎 沒有 沒有的 沒有的 所以你吃的東西 是accessible to你 靠山吃山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但是 由於現在我們 大都會 大城市 我們其實所有東西 根本未必在地 香港更加不用說 更加入口 更加什麼都是入口 所以更加 除了海產 海產介紹 香港是可以 子宮子宮 但是現在 似乎 很多粒都賣了 沒有了 有餘期都沒有了 一年 但是我們更加要發揮 我們的所謂的智慧 去選擇吃什麼 是不是 因為現在周圍的東西 你什麼東西 你都可以吃到 但是到底你是用什麼 去決定你吃什麼 你的舌頭 告訴你 是的 你的醫生告訴你 是的 還是你媽媽告訴你 是的 就是 你到底這個決定是 基於什麼 不是有些人覺得 是身份地位 告訴他 他是為了打卡 是的 因為他Facebook告訴他 這個會墮賴 是的 Facebook告訴他 他的經驗告訴他 這個當下三顆星 是的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 現在說是五十年代 幾位還沒出生 是 那時候呢 我呢 就跟我大老母呢 去市場 去街市買菜 那時候呢 叫做不時不成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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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時不成 對季節既吃 就是說呢 有時候呢 我們吃到 雖然是上水的 即是已經 不再游水的黃花魚 但是他剛剛上水 那些漁民打回來 黃花魚呢 其實是好吃的 是呀 是呀 現在呢 根本就吃不到 有時候吃到紅三魚 紅三魚呢 我們煎番茄呢 會吃不時不吃的嘛 嗯 那很多時候呢 肉都是 魚也是 海鮮也是 都是呢 蔬菜都是 那個時候呢 剛剛是做 大做 或者做這個 生菜 就吃生菜 嗯 做的時候呢 是不會吃的 那現在呢 是吃不到 不時不吃的 因為為什麼現在是24小時 混亂了 12個月 混亂了 你什麼時候 吃什麼也有 但是很不自然 很不正常 一件事 其實不是說 混亂了 這麼簡單 一件事 明明是夏天的蔬菜水果 這個冬天會有得賣呢 其實它都是在夏天生的出來 不過在南半球的夏天嘛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它飛了半個地圖 來擺在那個 超級市場那裡的 完全不正常 這個就是 你在秋天的食品 在冬秋節吃到 譬如吃到蓮藕啊 吃到 糊啊 芋頭啊 這些都是秋天的收成的東西 那你吃到最新鮮的 但是現在呢 因為似乎你想找回 不時不食那些這樣的食物呢 都沒有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這個呢 我很相信 呂王說的 真是呢 人得長命一點 要是你在水土裡面 在你自己的水土裡面 吃回那些東西 好像呢 我去到巴黎呢 和個朋友呢 就是專挑一些餐廳 你猜是找什麼呢 不是找肉啊 不是找魚啊 不是發覺大餐多塊魚 找魚啊 又找麵包 啊 因為最好吃的呢 在巴黎最好吃的 就是那間 新鮮自己做的麵包 嗯哼 麵包很好吃的 是啊 咸炒人都可以的了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只吃麵包呢 那些人會恥笑你 去到巴黎 不是吧 你還不吃法國大餐 只可以吃麵包 被人笑你 這些是最不懂得吃的 反過來我笑他 是啊 不是我還想說 因為我有個朋友 在法國住了一年 他覺得最好吃的就是麵包 他有時候半夜 他有時候半夜 明白為什麼 我不明白 因為我還沒住過 他之前跟我說 好味道 有時候半夜睡不著覺 他在一個法國人家裡住了一年 他說他就是半夜三更下去 在廚房裡 拿麵包 拿出來 吃一塊 吃完 做這個講完的現象 我告訴你為什麼 是 我發覺了 為什麼呢 因為法國人很尊重他們的食物傳統 尊重到什麼地步呢 麵包師傅是要拿牌的 麵包店都要拿一個特別的食物牌 叫Boulangerie 你不要以為隨便有間店可以賣到麵包給你 賣麵包給你 而不是麵包店 所以他們多數是在麵包店買來 是時候你那樣的 所以他們那些麵包的限制很嚴 法國都懂得吃 法國是怎樣的呢 他們認住哪個麵包師傅的麵包來買的 要訂 要排隊 我剛才不是說去找 要去找的 不是隨便 要隔口味的 不是找那麼簡單 你是那個地步的 你在那裡吃那些麵包大的 你一吃就認得 你一吃就認得 所以說 那些人說去到法國吃麵包 叫做看不起 即是說這幫人 第一時間扔去菜樓盤 浸死他就可以了 這些是垃圾來的 法國人懂得吃 我告訴你 你去法國它是很簡單的食物 麵包和紅酒是這麼多的 就是這樣 你傳統耶教也好 傳統上都是麵包和酒 問題是你對外人來說 他那些酒有多漂亮 你又不知道 那些麵包有多漂亮 你又不知道 你死蠢就死開 他會給貴價不抵的東西給你吃 因為他的鵝肝 說得難聽一點 和餵豬的料理差不多 他們不在乎 所以人家真真正正講究 你不懂得欣賞 這個學問來的 有一個文化 所以不是 我不是覺得 香港人或者很多 我不要這樣說 我會被人插 但是我覺得 很多香港人 他們對西餐 他們吃的東西 還在一個bubble裡面 他認為他心目中 那樣東西就是那樣東西 即是譬如說法國 我們吃早餐一定很有格調 你知不知道 大部分法國的學童 從小到大 是吃什麼做早餐的 人家可能最多一個牛角包 加一杯很大杯的朱古力 朱古力很棒 那就是很棒 人家這樣吃 但人家又不見到很肥 即是人家這樣給他吃 你就有節制 人家去西西里 想吃早餐 會是海膽 加Langustine 當他發覺 原來是一碗Granita 即是刨冰 再加一個Brioche 那些林字字包 他會直接崩潰 怎麼會崩潰 極其量帶回沙甸給你 完全解釋不到 為何會是這樣 你知道我見過多少香港人 去到意大利吃東西 不是吃最高級的 就是普通人吃的 因為意大利有幾種 你普通去吃一個 trattoria 是一間餐廳 但它不是很高級的 Ristorante 就是真正是 吃trattoria 即是雜貨店 Tattoria都是吃東西的 Tattoria是雜貨店 Café 不是Café 都是吃東西的 很多人跟我說 我覺得意大利的東西不好吃 我覺得 我覺得香港的 不是 意大利的意大利餐 不是那麼好吃 可能去了Venice 那些騙遊客 是很奇怪的 而且我覺得 他們覺得 去到意大利 那些東西那麼粗 他們覺得整件事很不精緻 他不會欣賞別人的精緻 他不會欣賞別人的精緻 人家拿出來的芝士 哪個Cortage出的 人家有分的 你知不知道 我最初做私房菜的時候 很久很久以前 我是有olive oil tasting的 你知不知道 還有我有 有fennel fennel and mushroom 的沙拉 和orange 這個 那些人崩潰 原來有很多地人 他們覺得飲油 是很變態 pesto 他都覺得多油 pesto 如果聽眾不知道 是四樣東西 basil pain nuts toasted pine nuts parmesan cheese and olive oil olive oil and garlic 每樣東西 然後他們覺得很油 橄欖油很油 as a matter of fact 我今晚才聽到這句說話 Cortage出的 是好的油 我明白 但他們覺得很油 很油膩 很油膩 趁現在還有一兩分鐘 我吃過最好的早餐 是一元人民幣 是十年前 在街邊吃的 在紹興 那些河的街邊 吃了一元的 是什麼呢 是叫做 蔥油麵 好 正 用蔥油 蔥油拌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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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豬肉豬油來的 拌麵 這麵馬上做給你看 那一元而已 是非常好吃 禁不住又要吃第二碗 第二碗 最終吃了四碗 嘩 四碗 四份早餐 四份早餐 吃到眼走都不想吃 但是未必一定是 錢貴就會吃 有時它是Local 它很Local的早餐 越是他們農民吃的那些 普通人進去 吃一大碗就走的了 就去開工 是 那些原來是 原來是最美味的 最好吃的 那我講說 這個 在中國 那個年代 蔥油麵 就很賤的 為什麽賤呢 因為去到杭州 如果你要想吃 我剛才說一元一碗的蔥油麵 就要上二樓的 地下 因為它是給普羅大眾 農民那些階級 原來國內階級觀念很重的 那它呢 就是樓下 就要給那些無產階級 吃完即走 所以它是收一元最便宜的了 如果你要吃有肉的 譬如說那些我們叫做 面子 或者那些有塊肉 肉醋 肥肉 給你點醋 這樣就要上樓上的 但原來最好吃的東西 就是普羅大眾吃的東西 樓上要拋桌布的 就是滋滋整整 滋滋整整整到你那些東西跪 其實同一碗麵 可能在樓上開桌布給你的 有個美女帝碗麵給你的 那裡收你三元或者四元 樓下收你一元 很可憐 就是這樣 現在我想沒有了這種風氣了 沒有了這種感受 但心態是一樣的 那些人就吃了一季就不看的東西了 是啊 它是 那為什麼多了三元呢 為什麼多了 給樓下普羅大眾多三元呢 都是那些東西 都是那個隨訪出的了 最重要就是一件事 就是顯現你的身份 你走那兩步路 走上 蹲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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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上二樓 那人家在樓下那些 普羅大眾 你看到 哎呀這個穿西裝 穿牛仔褲 那時候穿牛仔褲 那時候穿牛仔褲 牛仔褲的中坑 居然上樓上 被人有那種羨慕眼光 就值了那三元 都是一種炫耀性消費的一種 因為娛樂性和階級性消費 原來娛樂就是給你一個很重要的階級觀念 階級就是使你吃東西的時候 自己覺得感受良好 因為你高人一等 這個就是 不只是國內 在香港一樣 在澳門一樣 在中文地方很多時候都感覺到這個 這個身份的問題 如果你去過這個 上海 的 城隍廟 南場饅頭 吃消食 那就是這樣 它分三等 分三等 沒錯 城隍廟 你排到混街 如果你在ground floor 就是買來在街邊吃的 或者上一樓 二樓 那就不同價錢了 都是那些東西 不過我覺得現在的 炫耀性消費 不同人又不同的 好像我今晚高貴的奔客當中 是的 就有那些是怎樣的呢 哎呀 我現在就不吃carbs的 不吃澱粉質 不吃澱粉質 那你做些沒有澱粉質的東西給我吃 這樣 這個是一種 另一種就是 我要gluten free 即是沒有膚質的 嗯 它自己拿一袋 pasta來塞給你 叫你煮給他吃 是嗎 是 那我貴 是的 那我今晚呢 就對著這樣 三堆不同的人呢 三個 只有一個是正常的 OK 一個呢 就不吃膚質 一個就不吃澱粉質 大家都是高貴的 南區的住戶來的 但是我也問你啦 對 對 它本身不是有對膚質敏感的celiac disease 你應該問清楚它 我覺得有很多人呢 是特別外國現在都很流行的 亦都很多人談論這個問題 其實真正對膚質是有致命地敏感的人 只是很少很少的percentive 是的 但是很多人就說自己對膚質敏感 從現在好像突顯到自己很有特別需要 我很矜貴的 真的 很多的 我現在越來越多這樣的人 對 我不吃這些東西的 我不吃那些東西的 因為呢 我 這些東西呢 我會不舒服的 那 你說可能心理上不舒服 但是從而就令到會覺得 我不是容易服侍的 因為我比普通人不同的 是的 真的要特別服侍的 因為它一個sip-lock內 這樣抽出來 就拿著那碗意粉 就叫你幫它另外一盆水 去煮它的意粉 是的 然後其餘的客人就要等它那碗意粉 然後其餘的客人就要等它那碗意粉 他們才可以去煮他們那碗意粉 算不算令它的炎耀式消費呢 這個 當然是 是的 階級性啊 阿鳳姐 這個呢 就是要顯示它的階級性 它的階級是高的 我要特別看待的 即是吃不到粗人的東西 是的 是的 醫生說我不可以吃別人吃那些東西的 醫生說我要吃特別的東西的 很多都是假的 這個呢 我去到最extreme呢 我見過的呢 最extreme呢 真是笑話來的 我以為做戲 原來事實上真的有這樣 是它帶備所有食具 即是它有它的碗 有它的叉 有它的筷子 什麼都有它自己的 然後呢 你是上菜的時候 就不要放到你那個碟那裡 不要放到你的碗那裡 要放到它的碟那裡 放到它的碗那裡 它自己帶來的 它不喝你的水 它的水杯帶來 它來吃一頓 是全部工具拿來的 那是什麼問題呢 是因為它很害怕你 你那些東西不乾淨 它有沒有白金星降機帶來的 這個人 是啊 真的差不多升降機 免得斷纜是不是 蔡蔡夏普通學家 手巾就自己帶來的 不用問了 那通常心理學家 就說這些所謂的潔癖 就只是嫌別人不乾淨 不會覺得自己不乾淨 你的碗碟 有用精氣殺菌 他都可能不理 但是自己的那套 我可能不想 找一塊爛布抹過 他覺得很乾淨 潔癖的人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這麼嚴尖 柯過的人 只有一個原因 在我的眼光裡 它不是因為衛生問題 而是為了 援繞自己 與人不同的問題 是的 要與人不同 剛才女王說的 都是想與人不同 我看見那個是很極的 以為做戲 原來真的 那位阿太真的是這樣 使得你呢 我心裡想一下 喂 廁所也有煙 因為廁所不是他自己帶來的 每次可能帶來 廁所不是他帶來 那塊板不是他帶來 不知道他怎樣去到廁所 可能是有私家版的 收文 不知道 他入了片的 次官 你不用擔心他 很可憐的 這種人其實在生活裡面 如果去到這樣 已經是 對 從這個世界隔絕的 已經是不能夠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這種人的 生存不了的 很多的 是的 我真的見過這種人 我都替他可憐 怎樣在這個世界上 生存 講到吃 飲食 講到享受 完全都不能夠 入世 不能在這個世俗裡 所以這裏不是有一個很大的懸疑 在這裏 你比較一下兩個很不同的個案 才算 一就是留下 例如好像呂王都合意到的 有一些 儒家 那些高人 他真的有整套飲食哲學 養生哲學 又真是work的 那些你可以說是藍椒夫 固自然 那些又不捨 那些又不捨 那些又不吃 但是他不會出去吃 有些人會自己控制自己 另外那些 又說這些又敏感 那些又不吃 只有我是藍血人 又要潔癖 用自己擦去 另一種哲學的問題是 這哲學似乎跟健康好像沒有什麼 差距 那這兩套東西 我覺得很多人 香港也好外國也好 很喜歡說 即是我覺得澱粉質死得多 可能真的不好 但有些人很喜歡自己標榜 我不吃澱粉質的 因為什麼什麼 那他就會去吃肉和菜 但其實他照樣吃很多很多肉 其實最後都是不健康的 其實全世界任何一個文化健康長命的人 都會吃些澱粉質 其實最後都是那句 所有東西適可而止 自願 你不走去吃澱粉質 最重要是太多水果 小肉 小精製食品 如果你今天說 我不吃澱粉質 但我經常放很多酒 我吃很多肉 我不吃澱粉質 但我會把澱粉質由肉取替 加些菜 其實都不好 這個就真的視乎你不同水土 不同食法 又說回那件事 即是很難的 正如剛才所說 為何意大利和法國那些死仔豹 真的吃得好過死高脂肪的東西 又喝酒又牛油 又不要見他心臟病 但別人不吃得多 一句不吃得多 二就像事官所說的 那些個個案 慢吃的 它消化得很好 而且它不是很大的份量 它是小吃 整晚攤開來吃 那種健康的消化狀態 但你又不能完全給意大利 譬如意大利人可以吃很多抹茶 也會的 那很多澱粉 當然抹茶那種澱粉是不同的 因為它用硬的薄 叫做durum薄 它本身是低GI的 除非你煮得很難 你要解釋什麼叫低GI給大家聽 譬如說高GI的東西 你吃的時候 血糖會很快升高 立即飆升 那你就要分泌胰島素 這樣就會特別容易眼睡 之後會反氣攻心 但是你平時吃的 普通真正 是完全用durum薄 出來做意大利粉 就不會的 是比較燒得慢一點的 那種蜜是它本土的 所以就是一方水土 有一方人就是這樣 健康與不健康 你拌亂了 和亂拌你會死 即是反過來 你這麼粗在香港吃這個 所謂的沖繩料理 是不是合作 我不敢說 但香港又吃什麼料理 香港人又有什麼飲食哲學 所以次官就說 如果你真的好像以前那樣 不時不食 吃的新鮮 但廣東原本就是魚米之香 怎麼會沒有東西吃 但現在新的一批人 新的一批人不同 特別中產講究 如果你要我吃魚米之香的東西 我享受不到一些西餐 日本餐一些高級的菜 你要我吃這麼便宜的Cuisine 我覺得我放下不了新鮮 多健康都嫁 南潘筍都不吃嘴鯛 我的心理很不健康 有些不是南潘筍的人 就不懂得欣賞嘴鯛 反次官就知道 你想想以前那些馬姐煮飯出來 你以為每個大富人家 有本事可以吃得到 當然啦 我也聽過 所以就是南潘筍吃的東西 就是可以很精 也是很貴的人手 要看一件事 不多人留意 如果不算瑜伽士那種 只是吃樹上面的東西 不算那一套理論的話 其實地球上面最長壽 那四個地方 大家都爛爆頭的 他吃那些有牛油 有脂肪 但香港也很長命 香港那些長命是不死 我更是爛爆頭 他不死得 他不死得 他不是健康 他不死得 他一隻腳入了棺材 要你活受罪 沒錯 親婆意之中 董建華那些 老筆老二筆 沒錯 死得 是想死也不行 想死也不給你死 要你獻勢 而我們說 例如法國 你這樣牛油紅酒 牛油紅酒 大哥 這個French paradox 這麼多年來 大家不知道 直到什麼時候 開始發現 原來紅酒裡的紅酒 多分 是對心血管好的 原來葡萄酒不同 葡萄酒不同 所以俄羅斯人 死早點都不要緊 因為他們喝酒不同 而他們的脂肪 原來牛油是好的 是good fact 抱固醇也有分好話 是不是人都瘋了 為什麼牛油是好的 不要緊 你真牛油 不是人造牛油 不是人造牛油 是真牛油 反式脂肪 人造牛油 是反式脂肪 人造牛油 是因為打仗 馬芝蓮那些也是 打仗的時候 一個荷蘭的科學家 為了能夠滿足到法國的軍隊 龐大的需要 但是limited的軍響 所以就用了這個 主要加顏色 令它mimic 像牛油 這個就是壞的 但是這四個地方 同一樣in common的 不是什麼 大家吃的東西相同 大家都是good fat 這個東西很重要 好的脂肪 好的脂肪 地中海就是橄欖油 沖繩就是魚油 有一個大家不要留意 其實有一個很長壽的地方 是中國廣西 一個叫巴馬的地方 巴馬是什麼fat 就是火麻人 火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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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麻人是油 大麻子 大麻子 沒錯 放眼煮熟了 他們用來做豆漿 他們的豆漿 不是從黃豆 是從ham seeds ham milk 用來煲湯 炒菜 好的脂肪 對身體很重要 因為身體如果吸收足夠的好脂肪 的話 它對糖的依賴相對減低 而它的 energy source 人的身體 你可以轉換 Either from 澱粉 即是從糖到吸收 which呢 勞絲動縱又要搞到你的胰狀 又要分泌胰島素 又要過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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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直接 如果你進入ketone state 直接在脂肪提取能量 這個是更快更直接的 更少complication 更加不會發炎 所以好的脂肪之所以 這麼重要 就是在這裡 以及以前印度人 就覺得 椰子是好 但去到近期 這幾十年來 又說 椰子有cholesterol 印度人 很好的例子 他放棄了不要椰子油之後 大幅度飆升的糖尿病 癌症 心血管疾病 因為當你give away 一樣好的東西 which is good fat 你換來就是高糖 正如剛剛有一篇新聞出了街 就是這個牛奶公司 開了他的名字 不怕 他的原味乳酪 我不吃過 是含糖量高 過有味的 有double 不知是誇張到瘋 他裏面 因為他拿走了一些魚 很多脫脂的東西 其實是拿一些糖去混合 才會拿出來 沒錯 他拿了一些魚脂肪去 他就混了糖下去 最重要是糖 因為糖合成 是啊 所以其實 大家現在很多人 還是不知道 還是說這個人不好 那人不好 正如今晚說多油那個 不過呢 其實我只想跟他說 諾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即是叫爺 他98歲的時候 別人訪問他 說他的長壽秘訣是什麼 他是每天兩湯匙的 extra virgin olive oil 那個年代 你可以說他這麼有錢 什麼什麼的 但他之外 醫學之父 古希臘的時候 都是praise olive oil olive oil 深海的魚油 就是牛油 是吧 ham seeds 魚肆等等 好的脂肪 包括牛油 所以就是說 現在的人所謂的 炎耀式消費 其實根本就是很蠢的一件事 即根本連好與壞 都不懂得分解 炎耀什麼 即是懂得吃是會笑鬼 即是他們變成 就是說 我要很注重健康得來 我是很懂得吃的 但問題就是 他們沒有深究 究竟是 你認為你很養生之中 所以這種炎耀更加顯示 得錯叫膚淺 是很膚淺 我覺得真的很膚淺 看得太多 所以就是說 你很多很不正常的 飲食消費方式 這個話題 我想大家可能沒有怎麼留意 但今晚 阿次官在這裏 呂王在這裏 在這裏 大把東西爆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飲食就是為健康 炎耀這裏 你隨便 炎耀得來都是講質素 我肯講話 身體好 下次認真容 本尊也要見見 好 拜拜 OK 拜拜 拜拜 拜拜